大家好 因為市場好不好 519好不夠 所以就跌到慘了 昨天真的518 之前517 也挺好 519為什麼會跌這麼多呢 原來很簡單 美國人跌 美國人跌的時期之中 拖累我們就跌了 美國人跌 為什麼要拖累我們呢 美國人跌的時期之中 很多時候科技股都會跌 香港科技股就跌到9 但是我們要看看 大市方面的期指 是否一定有很差呢 現在這裡就是 日本人跌的時期 是有很多會 都會超過的 很多人跌倒